这波当老六实在是无奈之举啊兄弟们 这是一把4600分的局 我也不想当老六的 但是没办法 打不过呀 在快乐屋打了三个人 最后一个没打过 然后就沦落至此了 我现在不是4600分了吗 马上快封神了 我真的是不想掉大分了 所以在这里当了个老六 刚玩这个图的兄弟们一定要注意了 像这样的很多房子都是可以上这个二层的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是交了学费的 然后偷了三个猪 这把对战的是狂铁 刚才他已经被我杀了一次的 所以现在我们打他就跟打儿子一样 老规矩进草虫卡四野 等他出来吃兵线 我还生四级了 他这波必死 一技能打小兵飞过去 直接放二技能 没打中 再点一技能飞回来 直接放大招 我讨没办法了 这波只能先进圈了 因为我没有要了 要是有要的话我还能扛一下 现在还剩15个 我现在挂了的话还要掉分 但是没办法呀 这个图只要你段位高了 一个小圈就有很多人 但不是在圈里 它是在圈外 圈边 所以这个图进圈了 不一定是最安全 独你才是最安全的 进来之后等圈刷 刚才那波圈就掉了一个人 我也是无语了 现在还剩14个 挂了我还是要掉分的 又堵死两个 前面有车过来了 站着不要露脚步 等他进来 真的是感谢大哥送过来的一分 舔完包之后跟圈进 这波我一楼有一个人的 楼顶也有一个 先给前面封壳烟 等人好过去 感谢大哥送过来的一分 淘汰王到手 这小木屋是有一个的 然后我楼顶有一个 最后一个人的位置不清楚 这波我应该直接灌雷的 但当时不知道在寻使啥 到最后我才想到灌雷 还是楼上那个先灌的雷 然后我才灌的雷 当时挺呆的 有时候像脑子短路了一样 这波看到它出来了 直接扫烟 打完之后直接切喷子出去 这个毒扛不了的 这一波就很香 它喷它我喷它 这把加了17分 真的是太爽了 上战神 能狗就行呀 变得来 就是这种毒扛 那种毒扛成 我只能炒